Hello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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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加入NFTPitch show 欢迎今天是2022年9月19号礼拜一 晚上11点钟北极台北香港 晚上11点钟 今天欢迎所有加入的朋友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礼拜 重点是什么 这礼拜重点是看FOMC会议啊 就鲍威尔主席 有没有机会创历史记录去加一个percent 如果你加一个percent的话 那就破历史记录 只能在历史上 从来没有说中央银行 特别是美国啊 不管在怎么样的经济 没有说什么加一个percent啊 那这个礼拜就有可能了 虽然之前开出来的盘 大概80%左右是加75% 但是也有大概20%左右 是可以加到1% 这个今天就是我们待会可以给关注一下 第二个就是整个以太 跟Bitcoin这个地方狂跌 狂跌之后整个NFT反而市场 不错市场啊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这整个状况吗 今天我们早上看了一下以太突破 然后往下跌跌破的这1450左右 这我们常跟大家讲的这个支撑位 支撑位之后一跌之后 直接跌到1300 这边直接当场下跌10%啊 那我们今天下午跟大家讲这个地方 我是跟大家讲说 这有机会往下我们的看 要看1000呢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23%到25%中间跌法 这个地方就跟大家讲说 你这个地方当然不是放空啊 放空的话你就等它回倒 这个地方它应该会等它回 之后回涨之后再看放空吧 大家来看一下 除此之外 那就是在 在推特上也讲到啊 那道是什么 呃刀框 刀框就是 Tera的founder 人家之前讲说 南韩发出了通緝令要抓他吗 但是他已经其实已经离开新加坡了 目前为止不知道在哪里没有人知道 那这也是 这些法治单位速度比较慢啊 人家已经跑了 目前为止你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基本上抓不到啊 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 很很诡异的事情啊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好了市场 Apple MC今天 这个礼拜会开会啊 应该预计是礼拜二到礼拜三 那schedule你看21号的22号 21号的22号就是我们的21号嘛 那基本上就是 明天应该是明天吧 那预计是70% 75到100个basic point 那就0.75到1% 那这个基本上 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 大家知道年底预计是要加到3.4到3.5之间呢 那有可能到2023年 持续再次加息 那目前为止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全世界经济短时间 今天是看不到任何变好的趋势啊 所以 在这个地方 这个礼拜最重要最重要 其实就是这个会议啊 那另外 我们来看看CNBC CNBC CNBC这边也讲到 许多专家指出有可能加75% 加75个basic point 75个basic point 9月份 但是也有机会加到100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最重要最重要的啊 他说在气候9月之前 大家觉得说加50个点应该可以了 但是前两天出现的这个CPI指数 这个指数整个CPI 其实从高点就有机会持续往上走啊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有机会在持续的加大力度 那鲍威尔上次发表的演说中 他讲几分钟也是符合他观点啊 他就是比较硬派 他觉得我们要立马让整个经济回到他们的掌握的状况下 那基本上就是加大力度增加加息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市场发生什么事 我们来看Fair and Great Index 目前为止21% 相对是比较害怕 那如果你看比特币 比特币今天从19,800往下砸 砸到了18,200 现在目前为止是一个回导 那你要知道哦 比特币在一看是有机会看14,000 这个地方也就看14,000 但是不会一下就到14,000 这地方一定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 那我不是跟大家讲说你要去这个地方放空 跌破之后一定会回撤吗 对不对回这之后然后再往下走 这个地方如果跌破14,000的话还会再回到14,000啊 再往下会不会到12,000 who knows 不晓得不晓得这个东西其实 还是给大家一个心理要有底啊 就是这个这一次这一步有可能会是非常强啊 那意思的部分 我们跟大家讲意思的部分也是在刚才跟大家说 我们其实短线是看1000啊 短线看1000 你看一这边跌破之后他回撤 短线看1000那再来的话 如果1000跌破的话 也是会这样的回撤走走走往下啊 甚至我觉得800也不是不可能 这个地方 大家还是要心里要做一些准备啊 我们先跟大家讲说East Merge完之后很大机会是一个很大回调啊 那当然我们长中长线 我们意思看的非常好 我们至少都看上万的East 只不过短线的这个地方一定是回调很厉害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NFT市场 NFT市场 大家来看一下NFT的量 前两天来到了1100万跟1000 就1100万1000万左右 那目前为止整个NFT的量其实就起起伏伏 有时候忽然间来一根1400万 像这里来一根大概1500万 就忽然间有一个什么项目忽然间冒出来之后 那这个项目 冒出来之后就跟着整个量跟上完 看起来好像人数有点回暖哦 你看从这个底部的32,000到目前为止42,000 涨30%左右啊 那我们带大家来看蓝筹相对的蓝筹NFT啊 蓝筹NFT你说这个量 在这个地方慢慢慢慢 似乎都是有一个增加量的一个趋势啊 你看五疗猴跟变种猴这个地方前两天都是有量 我们前两天带大家看 几个项目 对不对我们前两天带大家看 Ponex Dulos 甚至Azuki 就带大家看还有Kukat Kukat这个地方 也是有两根超级大量啊 前三天超级大量这边 量之后就跟着你下面这里的 价格跟上去 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 市场回的厉害的时候很多的钱呢 就会从 Az 移到NFT去了 因为NFT相对还是一个 有机会可以炒作的地方啊 所以这一波 我觉得从底部上来有些NFT 你看Dulos也是这个地方一个很大量之后 休息两天 然后开始持续往上走 Dulos今天现在开始穿起涨 然后 整个Metalverse Metalverse你看 Descentraland这个地方也是 开始开始动啊 那Sandbox这个地方一直持续都还是有一点亮啊 所以NFT其实 蛮有趣的啊 就是 当我们整个市场在crash的时候反正NFT多很多的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 Overall的整个市场 蓝筹index 从9月13号 9500 到目前为止已经涨到了9800多 979 9800 短短几天之内整个index是往上走啊 是代表现在目前为止短时间之内NFT是往上走了 如果我们看OpenSea有几个项目 带大家来看看也是蛮有趣的 这几个小项目 突然间蹦出来 第一个 Pulsure NFT 这看起来其实像什么 我觉得这第一眼看下去有点像是Punks 有点像是 就是Punks啊 我这个就有点像是Punks的一个 怎么讲 Punks的 变形啊 你看first PFP OK是Pool 你看Ethereum POS 第一个PFP first on-chain PFP 这是他的卖点啊 那是不是这个卖点有办法 跟大家 去接受呢 第一个on-chain 我们知道on-chain有一些存在的价值啊 但是不是就可以在PFP上面 on-chain就可以存在 我们之前好几个on-chain项目 eventually 理计并没有表现得非常好啊 那这个地方讲on-chain on-chain绝对是做这种 所以 anomenize 对不对 还有eath org 这些都是on-chain的游戏啊 那是不是所有东西都on-chain 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啊 那这边算是第一个 做on-chain的 整个POS之后on-chain的项目 哎蛮有趣的啊 这我觉得历史性的一课哦 poster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他整个网站做的也还 还可以啊 干净净的简简单单 这这边你可以选你自己的东西 你可以在这边调整啊 你可以调整去选自己的 蛮有趣的 第二个叫做cumalen cumalen目前为止看起来交易还可以啊 目前为止有300多个eath的交易 他命了2700多 是一只熊头啊 好像一个熊头 目前为止还没开箱 价格不便宜哎 目前为止0.6 我们看一下他命 他命出来说从0.25往上涨 涨到现在目前为止是0.6 叫做cumalen 那这个项目我觉得这个项目 好像还可以哦 你看他整个 推特有17000多人 follow他们 23个小时之间开始命 那命出来 airdrop event cu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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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有1300多人按赞哎 哎这个可爱型的 这个时候我觉得办法命出来这个价格跟这个数量是蛮厉害的 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减 NFT如果要走出来不太容易啊 我觉得这个他后面community还是有他厉害的地方啊 就是olga是他后面的 这个设计师 是应该看起来像一个日本项目啊 这边好多就是日文 如果你看一下他的网站他网站做的也是 中规中矩哦 蛮可爱的啊 你可以 点去点击然后现在很多类似这种 你可以点击然后改变你自己的NFT 把NFT变成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啊 ok 你这可以来这边玩 或者第二个进化论 第1个是进化论第2个是他的历史 他跟你讲说嘿这个熊怎么来啊 这是讲他的熊 最早是这样子画然后加入一些卡通的元素 那主要是用程式去跑 跑完之后那真是跑这只熊 我还可以哦 这个网站做的还不错 Founders 看看Founders 1234 不错哦他们也有十几个Founders 团队有十几个人呢看起来像是一个 还蛮有 规模的一个团队 Artists 看一下Artists这边 Okazu 所以刚才我们看的Tutor里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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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做的还算是 嗯挺有创意的 这网站看起来也觉得有点像是 最早我们看到 呃 Kaiju King的时候有点那样的感觉啊 他是用很多这种文字啊 他不是太多画面 很多文字 然后文字的颜色去改变 然后做出一个整个画面的这种立体跟图形的效果 感觉这个项目还可以啊 Founders 那我们再跟大家看另外一个项目叫做Apps by DaVinci OK这888个AnimatedApps 大Vinci 然后达芬奇 这个这个猴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猴子呢 猴子可以命到将近200亿的 这个将近也是一天的时间然后交易到200亿 现在如果一天之内可以交易到两三百亿 都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 交易量啊 那你看这个DaVinci 他后面这个猴子好像有一点 有一点意思哦 他是跟我们一般认知的猴子不太一样 第1个是正面的第2个他是用像版画一样的画法 不太像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些PFP 正面PFP非常非常少啊 这个也就是 可能是这个项目的卖点吧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整个市场的一个回档状况 跟整个币圈图圈状况 那也将大家知道说市场上 有一些不错的LFT 也感谢所有今天参与的朋友 感谢Random 然后Kuro Chris 然后Frame 感谢大家 期待明天再来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 感谢晚安再见 拜拜 시죠